大家好,我们现在又来到了我们的这个地方 然后呢,我前两天我发了一些视频 然后呢,视频底下有评论 那个评论的点赞数非常高 而且我也点赞了 所以呢,我决定回答那个评论的内容 那个评论的内容就是说 我身高跟我的小伙伴们都差不多 但是我老背貌,为什么 那么呢,我们今天就来解压这个问题 在你解压这个问题之前呢 我们今天要介绍这个袜子 这个袜子呢,它那个 这儿就是有这个防滑 对,所以呢,它就好 所以你知道我做 我做crosser的 我就好了 对,我们现在讲这个 你为什么会背貌 首先呢,篮球呢 它是一个你要大的运动 就是如果你比别人大的话 你就不会背貌 比如说你比别人高 就是我身体手在这儿 然后这个人身体手在这儿 所以呢 你就冒不着我 但是如果它比你大的话 它在这儿,你在这儿 就和你们俩一样高 它也能冒到你 所以呢,你要比别人大 要比别人大的话 你就得跳得高 你跳得高呢 它就冒不到你了 你们俩都起跳 但是你跳一百公分 它跳十公分 它就冒不到你 然后呢,其次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 接下来重点就是 你要运用你的这个速度 速度就是你突然间起跳 这样就会造成一种情况 就是你突然跳 然后它没有跳 那么就算它跳得比你高 你突然间起 你就出来了 你就 对 然后它还在这儿 你就算比它矮 或者跟它一样高 你在这儿 它在这儿 那么这个就跟弹跳没有关系 你对 然后你出手 就又赢了 然后呢 怎么使用这种这个 突然间出手呢 实际上呢 有很多方法 我在之前的视频里也讲过 但是呢,我打算把今天这个问题呢 放两期 视频来讲 今天是第一期 今天第一期就给大家讲一个 大致原理 明天呢 我们再去球场 我们给大家示范一些动作 让你 滚出手 滚出手 然后你就 比它大 因为你 跳了 它没跳 就算你一米六 然后它一米九 但是你跳起来了 头了 那你就比它大 那么呢 你要比这边大的 还有一个方法 那就是你要有七变形 比如说 比如说我做了一个 动作 我假装头 然后它飞了 它过于大了 所以 过于大 就物极必反了 它就没了 然后它飞了以后 所以你要就是 良老子运用你的假装头篮 对 比如说 具体用用法 那么明天会做一些示范 具体有哪些招数 可以跟大家分享 但是目前我们把今天所说的几个东西结合出来 就是 第一你得比它大 嗯 大的就要这个 用有良好的身体素质 你要跳的够高 但是如果你不能这个用完全的身体素质碾厌的话 你就要有滚出感 你就要快 和这个你突然间 你要有这种 呀 呀 呀 包括上蓝手 上蓝 如果你都是一个素质的话 一个素质 你过来 我就跟我们俩一样 老伯母我还是给你帽子 对不对 所以呢 你上蓝你要 呀 对 看着你就起了 就算这个时候 你跳的没有比较大 但是呢 你这个突然间起来 那你就比较大了 然后呢 最后呢就是你不要欺骗起 比如说我这个就速度没有 没有你快 然后呢 我也没有腿出性 我也没有就是大 我也跳的不高 那么这时候我用一些 幻动 我移动 偷车步 我到这边来了 那么你不可能大到覆盖空间 从这边才飞到我那边 或者说我 我幻动 你是那边了 那么我头盘 这也是 左臂这个盖帽的方法 所以呢 你现在说 你跟你所有的小伙伴 身高啊 臂长差不多 但是你被冒了 那么就说明你打的球没有技巧 那么技巧呢 就是这三点 啊 你得 哦 还有这个欺骗 然后骗人 欺骗 篮球中的欺骗 是这个 对一些动作 那么明天呢 我们去球场 我们会给大家具体的讲一些 可以就是 嘎人的动作 那些动作呢 我就觉得好 而且我也经常用的一些动作 那么 那么呢 这三点呢 希望大家 这个评论区呢 能够这个 有人 在这个评论里 把这三点列出来 对 因为我这三点 其实是实实在来的 跟大家说东西 虽然呢 这个方式可能有些夸张 但是呢 我是在告诉大家一些 东西 那么最后呢 让我们感谢 来篮球 然后你就 在这边上 你感觉 能做这些动作 是什么 因为 我有这个 防滑吧 你看这个蓝色的调跳 high level 然后呢 欢迎大家购买我的篮球训练计划 因为当你有这个良好的基本功 来驾驭你的 这些动作的时候 那么 你做这些动作 我们就可以在机会上 自如的使用 感恩